HELLO 大家好,我是Sona 今次教大家做法式的貝殼蛋糕 而這個食譜也是我的朋友Tracy 大家可以追蹤她的IG 她在日本南大學過的甜品食譜 改裝成適合香港人口味的貝殼蛋糕 沒那麼甜 第一步切了70克的牛油 然後放在微波爐的 有些粒粒也不要緊 倒了麵粉之後再加2克的Baking Powder 這個是要非常精準的 這樣才可以令口感到最完美的狀態 這個檸檬皮重點就是磨的時候 不可以磨到裡面白色的肉 不然就會變苦了 然後再來另一個重點 就是Vanella的Bain Paste 這個要放一點點就可以了 然後就放一點點鹽 放一隻雞蛋就可以了 如意焗爐到190度 開爐煲熱水 檸檬碗所有材料和砂糖在上面拌勻 記住不要太大力 把牛奶倒進去 加入西號了的麵粉和發酵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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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牛油分三次慢慢下去 還有打的時候千萬不要太大力 如果米諾蛋糕裡面 會有很多洞洞 吃下去的口感又沒那麼好 還有賣相也沒那麼漂亮 水水滴稠滴稠滴就已經成功了 買黑色的其實已經是一個防黏的毛 但是為了待會的過程 不會出錯呢 我就會用剛才剩下一點的牛油 塗一點在這個毛上 關鍵的環節就是拿出來的 骨飯的殼 然後一斤再倒進去 大約一斤就是一粒毛 然後千萬千萬不要倒滿 因為它稍後會發起身 燉一燉均勻就可以放進焗爐了 記住加一碗水在旁邊增加濕度 之後就190度焗9分鐘 之後你可以去洗碗碟碟碟 攤凍了一會就可以脫毛了 灑一點糖霜在裡面 畫面看起來更加浪漫 其實這個已經是我第五次做的一個面膜 這次做是比較黑一點 適合上鏡 現在剛剛焗起石 旁邊就會脆脆的 很香 多數這一碟是離不開廚房 20分鐘就會被人清光 如果是跟回傳統食譜 其實最好就是放在室溫攤一天左右 然後第二天吃就會很濕 充滿水分的一個小蛋糕 用來做下午茶或早餐也不錯 很濕 如果你看到裡面沒有什麼洞 那你就大成功了 我剛剛開派對的時候做給朋友吃 如果成功了 記得把照片給我 一起分享會開心 下一個就是發著策 七封蛋糕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就可以把這些美味的甜品 複製到你家裡了 拜拜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 按讚 分享 李宗盛 兩次 大家 集合 按維 專